装好了wordpress之后 它上面会有一个东西叫主题 它默认带了很多套主题 比如说2021主题或者2020主题 2019主题有很多主题 wordpress自带的那个主题非常的小 你写个博客写个日志应该是够用的 但是你要做一个常规的展示型网站 那是绝对不够用的 它自带的那个主题也是免费的 而且也经常更新 如果你懂一点PRP开发的话 可以用它这个默认主题去完成 去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是前提你得会点PRP编程 有点这个底子才可以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就算是能做到这个效果 也是很入门的效果 达不到一个太好的效果 就是凑合勉强可用 别太挑剔那么一个效果 这时候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Avada主题和Astra主题 还有等等主题 有很多主题 基本上这种主题都是60美元 这个Astra主题比较特别 可贵可便宜 这个后面再说吧 总之需要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还得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主题里面有index.prp 特别是这个style.css 就是样式表 因为主题它主要控制的是表现形式 包括字体字号 什么这放那那放那的一些全局的东西 页头页角这些东西 还有logo什么的 挺复杂 但是呢用多了就没那么复杂 也挺简单 简单的理解 主题控制的是外观 是你想看到的样子 是用户最后看到的样子 还有什么呢 还有插件 也有很多种 有的是编辑系插件 有的是什么插件 总之它是和主题配合的 它俩有一定的默契 才能最后产生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底层的硬件 上面的知识服务 在上面的wordpress wordpress上面的主题和插件 有了主题 有了插件之后 就有网站了吗 还没有 还得有一个东西叫demo 中文叫做预见网站 预先建立好的一个网站 我举个例子 像这种预见网站 免费的收费的也都有 先以artra主题为例 这个artra主题 它是免费的 先不说pro 先说免费的 你安装了它的主题 还得安装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也是免费的 启动了主题 启动了插件以后 通过这个插件 可以从这个artra主题 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它这个服务器 在这个位置 是国外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上面 有很多网站 独立网站 但是每个网站 只有两三个页面 首页 关于我们什么的 很少 页面很少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先从它提供的 这个主题提供的 这些演示站里面去挑选 有绿色的 红色的 有白色的 比如说我们挑了一个 挑了一个选中它 然后导入 它会从远程 从这个国外的服务器上面 把这个代目演示站 给它下载到 我这台服务器上 有CSS 有GS 有图片 有什么什么的 全都有 下载好了之后 一看 安装成功 我们再用浏览器看 就能看到 和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网站 但是是英文的 然后我们再去修改这个网站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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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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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